我是景雯 之前妨礙民喻的官司 已经判决下来了 现在终于 还原了事实的真相 用一句话被朱信经纪人提告 景雯终破不起诉 松了一口气 但当初出庭时 情绪激动 眼泪不停掉 也是经纪人 然后在脸书上面写了 就是跟他的纠纷 也是因为他就是欠钱嘛 然后我就在下面留言说 请大家要注意 这个人很复杂又可恶 然后他就去告我 因为脸书上一句可恶 就让他吃上官司 其实两年前 两人就因为合约问题 有了纠纷 双方对话口气都不太好 然后他说我是Z咖女星 都是接一些不入流的戏 我觉得他讲这个话这么难听 我都没有告他 朱信经纪人一再提告 景雯还在脸书自嘲 不知道自己会不会成为妨害之王 因为在脸书上留言 双方因此残送两年多 我真的不是一个会操作的人 这个事情也会让我在日后 就是更谨言慎行 然后做事更小心 或者不起诉 不少网友也纷纷在脸书 献上祝福 恭喜他没事就好 但也要提防有心人士 景雯感叹 终于松了一口气 但这回也让他上了一堂 宝贵的人生课题 记得阿贵阳麦 笑语山台北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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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